医院药剂师学会建议政府加强教育市民 接种新冠疫苗之后的护理知识 以免市民出现常见轻微副作用的时候 到急症室求医,加重医护的工作量 医院药剂师学会说一般接种疫苗如果出现过敏反应 七成在接种之后15分钟内出现 又引述英国数据说近70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 大约有2万宗不轮反应,大部分情况轻微 例如手臂酸痛,轻微发烧等等 学会示范如果注射之后头晕 可以协助接种者坐下,将头放到脚的位置 加快血液到脑部 如果昏迷就要躺下,抬高双脚 尽快向医护求助 虽然疫苗接种中心会有医护人员在现场协助 不过学会认为政府也应该教导市民基本的自我护理知识 我发烧不知道,或者我头痛我不知道 总之我要去急症室了,那就麻烦了 其实发烧头痛,轻微发烧,短暂发烧 或者体温达到摄氏39度 持续多过48小时 食退消弱都无效,就应该尽快求意 无线电视记者,利游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